現在要做LAP5,會製造一個Pokem叫匹拉丁 其實是一個遊戲,但這個遊戲某程度上有點像做Encryption,即是做家密,即是做秘密的Encore 其實這個遊戲很偉直,如果打個英文字入,叫Python 我會在尾上加一個Ay 然後第一顆字,我就不要 先看到A,Y,第一顆字,或是N,即是動頭動尾,總之可以看到它的例子是這樣的 第一件事,要做這個計劃,流程是怎樣 你先叫人帶字進來 帶字進來,就要確定字是在這裡 剛才有人打進來,沒有打到字,怕Enter,你怎樣做 你進來後,你的英文是對的,然後就轉換成Python 簡單來說,就是斬頭,然後接近尾 然後就展示結果 這種計劃,你可以記屬它 因為任何電腦世界,任何計劃都會有這個流程 就是你做網路也好,你做desktop也好,你做手機也好,你都是入完資料,檢查一下沒有錯 如果資料合避,就做些事情 這次做的事就是簡單的,用一個picklighting logic 但如果以日你可能是入數據附,那些資料爛入數據附呢 在我們要看一看一看,沒有錯的任何空間 其實我們會想 oike任何 Task 1 這個Task 1 很無聊 這個Task 1 很無聊 即使用Name,你進入Name就拼了它 這是它給你的例子 你叫它進入一個字 進入後,請開個變數,叫Original 即使用它換一換,你打進去便是 然後進入後,你便再想想 進入後,你便要用回你之前所學的If 因為其實If 最有用的,其中一件事每天寫Poken都會用 就是檢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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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查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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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 最後有一個模號 然後你會選擇用戶打字入口 如果錯的話,就用Ls 記得不要留下一個模號 然後就選擇了MT 但要選擇MT,你記住,這是這個 但我特意打錯給你,你自己的聰明要補回 這裡可以看到 然後,如果進入後,問題又來了 你玩匹拉丁,你會看到邏輯的第四個TASA 你必須英文的,你不玩英文就不成功 在Python 會問,糟糕,我如何檢查是否英文 其實有一個功能,是否阿拉伯 其實可以檢查是否英文字 如果這樣,有數字在這裡,它又不是英文 其實你自己聰明,你不用寫很多程式 你日後寫任何程式,我怎麼分 你是不是第一個人做 如果你不是第一個人做,你馬上打到Google 便有答案 其實還有一件事,你正在使用Python Python 非常先進,而且它會把所有人用的東西 都會放在Language 中,很簡單給你用 你現在問,是否阿拉伯數字才做事 其實跟上一條一樣 上一條的答案,你會補多一個N 除了它有打字之餘,還要同時打進來的東西是Alphabet 你現在才做過的邏輯 否則,你還是當作錯 好了,現在你有上面的邏輯,它就跟你說 你可以試試打不同的Input 進去玩 Task 5 只是打進去玩 就試試看你的Program 邏輯,看看能否成功 完成了5,差不多由頭做過 我們就會寫這個Python 的Logic 第一件事,你要把P字中移去尾 然後尾接做AY 這樣你一算事,這類似加密的 Excryption 別人看到怎麼來的 但是其實你做了一個很低能的邏輯 把第一個P字移到尾部,然後補個AY 現在教你寫Pokem 首先,我們要製作一個變數,先放在Pokem 因為霹拉丁上期都會用AY的東西,儲存PYG的文字 這就是第六 第七,就開始教你 因為大家有世界,很難處理 我們通常做文字,就處理它,變成世界 而且霹拉丁也沒有說,只是用世界玩 第一,你要知道任何字打進來,想它變成世界 如何取得另一個文章呢? 問題是,我要做這個流程,你想一下次序 我要取得另一個字出來,博一個尾部 問題是,我要取得另一個字,怎樣取得? 其實這裏有教理,要取得另一個字,其實之前你學過的 只要有一個字串 你給一個括弧,索引0,就會取得另一個字 索引1,就取得另一個字,如此類推,就可以取得另一個字 其實現在就說,你之前不是寫了一個if 在if裡面,首先你開一個變數叫work 就是世界來的,裝著original 即是打進來的字,就變成世界的work 然後你再開一個變數叫做第一個字,first 然後就把work的零,即是第一個角色,即是這個 抽出來,然後儲存在first 儲存兩個變數 即是你做Bogam,你不會想到這麼亂,做Bogam要逐步逐步做 因為你的問題就是,你要拿這顆字出來儲存在,然後博一個尾部 你拿了一顆字出來,然後儲存它,然後再慢慢考慮 好了,我們呢 這個儲存了,然後就做第二把 第二把就又再教你做 其實問題是,你要想一個技術位,技術位都抽出來,要駁掉它 駁掉它,怎樣駁掉呢?其實就是這個例子,就是駁掉它 其實你省水一致,你現在再做一個新verb,叫newwork 第1個新字,你就說了,將work駁掉第一顆,加上py,其實就是用文字接駁方式,你就可以做得到 首先你知道,後面的字抽出來,然後你就拿了這塊出來,駁掉第一顆字,再駁掉後面的字 你看到其實它根本就是逐步教你做,我們就儲存它,然後這裡就說了 我們做了一個新的字,就是駁掉它 它的答案有點像,不過它在頭上多了一顆字 然後我們最後一個步驟,就是教你 喂,我現在有個教你啦,其實我們來想想終極答案 其實現在,我可以告訴你,做到這個步驟,其實你的答案就會是這樣的 即是你會做出這樣的答案,其實你想做終極答案,你就不要P 不要P,即是只要後面,第二個說法就是 其實現在的最後一個項目就是弄走P 其實你會弄走P,就教你做了 其實你會知道這個字串是用索引來玩的 0就代表C字,你這樣0就會拿C 但如果你拿完後面,你可以說1至4這樣拿 那你就會拿完後面 1,1,2,3,4,1至4 但如果你想拿到尾,它就教你這招絕招 其實我問,喂,你4,其實字有多長,你不知道 有時打長,有時打短 那我們現在就用一個綜合的絕招 就是你教你了,你給碼答案你了,你有一個新的字,你只想不要頭那顆 不要由零開始拿,由1開始拿,1就是你格開始拿 拿到最後,最後是什麼時候停? 字的長度 OK?字的長度 因為永遠由0到1,它會減1,所以字的長度是可以的 你做完這裡之後,可以做測試 那你們的碼答案就已經準備好了 OK?已經準備好了 沒問題了,那我家裡適合了 好,那這個碼答案就是主要這樣做